我是瑞电光学系统公司的孙山李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研讨和演讲 今天我们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呢是我们公司的介绍 第二关于显示器技术领域的一些发展趋势 重点我们关注在OLED 那么OLED的出现 也推动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的发展 我们讲一些这些东西 第四个部分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OLED显示器的像素级的测试和它的校正 瑞电光学系统公司 专注于亮度色度计的研发和应用 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迄今为止呢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也有数千计的我们的测试系统在各种不同的产线上进行应用 我们也成功的开发了一款具有突破性的外观瑕疵检测的系统 可以确保到达客户手中的产品始终具有漂亮的外观 那么这个外观瑕疵检测系统呢 我们叫它TrueTest 那么设计制造并销售基于CCD相机的这种解决方案 包括从软件硬件到各种硬件的支持系统 在产线中实现自动化的视觉曲线的检测 我们的总部呢 是位于美国华盛顺中的Redmond 那么在Redmond呢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可能知道有波音 有微软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企业 我们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让我们是比较小的一带 我们在中国和韩国 都有我们自己的直属办事处 在中国呢 我们的直属办事处 在上海和深圳 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直属办事处 在世界各地的分布 那么在全球 我们大概有200个员工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大概有80多人 其中我们的技术员员就有70多 那么基本都是工程师级别以上 那么负责我们在各地的 技术知识工作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在上海和深圳有直属办事处 那么在其他好多地方 我们都有我们的工程师 住在当地 对各个客户和工厂 提供比较现地化的和高效的服务 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 黄色的是有销售和服务办事处的地方 那么有服务人员的地方 是白色和一半白一半黄 那么还有灰色的那个 那么是我们有本地的销售 显示器技术领域的发展 这几年呢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从小尺寸到大尺寸 从分辨率的各种变化 和各种新技术的不断出现 那么这些包括亮子点 包括OLED 那么这些新技术和产品的变化 同时也推动了 对各种显示技术的需求 那么原来大部分用人眼去进行检测的 可能就不适用于现在这种新的产品 和新的技术 那么尤其是在OLED出现以后 这种像素级的检测 成为一个特别关注的重点 那么各种坏像素 损像素 不均像素 那么靠人眼 在比较高分辨率的情况下 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OLED 因为它是一个自发光的 每个像素都是自发光的 那么造成的这种不均匀 是需要进行校正 来得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产品 叫它口味所长的 那么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呢 就是OLED 那么OLED现在大家知道 已经到各个领域 从手表 手机 电视 到各种AR VR 那么OLED带来的新的挑战 就是说 最关注 最主要的一点 是它像素水平 像素级的这种变化 因为它本身自发光 然后相比来CD而言呢 它不论是颜色还是它的色度的均匀性 都存在着像素级的大量的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呢 因为LCD它本身带背光 然后呢 上头 每一个像素上呢 它有单独的那个绿光片 来显示这些颜色呀 和亮度 而OLED呢 它每一个像素 都是一个发光体 那么它 在制造过程中 是会产生各种不均匀 那么这种不均匀呢 在我们使用当中 如果不经过校正 我们看到的 那么缺陷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们会讲 重点讲许多 这方面的缺陷呀 和我们怎么去校正呢 那么说到像素量的变化 OLED显示器中的每个像素 对灰度值的反应 是具有细微差别的 结果可能导致 在较低的灰阶范围内 出现较大区域的MURA的缺陷 同时出现高频的像素高升 那么我们所说的MURA 实际上呢 就是说是一种块状的这种缺陷 那么MURA的定义呢 一般就是说测量 我们一般用GND 实际上是一种人眼观察一个东西 然后看到它跟周围不一样 那么GND只等于1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说人眼我刚刚能看到 这一块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这个块可能是大一点 可能是小一点 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 右侧的图中呢 我们看到的是OLED显示中两个单独的显示器的像素 那么我们看到从它的低灰阶到高灰阶 这两个像素在同样的灰阶下 它所显示出来的亮度值是不一样的 这是就说我们说的像素机的变化 尤其是在较低的灰阶范围 灰阶范围 灰阶范围之内呢 那么DOT或者说我们显示器像素之间的这种相对的亮度变化 人眼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那么从而呢 就导致出这种MURA的缺陷 那么这种像素机的变化 也会导致这种色彩均匀性的变化 从这个图中我们看到 那么在不同灰阶 然后显示出亮度以后 那么红绿蓝三个子像素 那么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当它们合成以后呢 可能在不同灰阶下 它的颜色也会造成各种这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图上 它会显示出不同的块状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在纯色的情况下 是特别明显的 这也是我们在后期 需要进行校正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图里头我们看到的呢 那么颜色呢 代表的是不同的亮度的变化 比如说黄色是比较高的亮度 然后紫色可能亮度就是较低 像素缺陷呢 最终会影响到用户的体验 在微型显示之中呢 尤其是特别明显 尤其如果我要用VR和AR 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那么你会看到这些像素的缺陷 尤其在分辨率没有到这幅过程上 那么这种像素缺陷 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那么我们现在说 它是可以校正的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OLED显示器的 像素级的测试和校正 自动化视觉检测 我们也叫AVI 是一种广泛经过现场验证的 平板显示器的测试和评级技术 那么它主要是由成像色度剂 和分析软件组成 可以完全期待人工的检测 那么人工检测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是找到一个点 或者找到一个缺陷 那么就是说 如果换上两个操作员 它检测的结果可能是不一致的 那么通过机器的时候呢 我们精确的找到它 并且可以量化它 所谓量化的概念呢 我说它的那个缺陷的面积是多大 那么缺陷的对比度是多大 或者说缺陷的亮度值是多大 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进行量化 有了量化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制定统一的标准 去判定这个屏是好的 是坏的 或者说可以通过的 或者说可以出货的 或者不可以出货的 来做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了 凭借新的测试技术和算法 我们能够快速的适应新型的技术 例如像OID这方面的检测 如果我们用操作员的话 那么这个新的检测的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培训过程 在相数级的检测当中 分辨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低分辨率呢 经常会是限制 我们OID解决方案的一个瓶颈 那么低分辨率 当我们用低分辨率的CTD传感器 去测量我们一个高分辨率屏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比较高的 我们测量误差 这个可以达到正乎10%或者更高 那么现在呢 有一种趋势 我们用CMOS的那种高分辨率的传感器 那么这种传感器呢 在精细的测量色度和亮度的时候呢 由于它的噪声比较高 那么它没有足够的信道比 所以呢 在低灰阶的测量 或者一些亮度色度的测量当中 它没有达到足够的精度 锐电光级系统呢 能够使用一台Pn 我们PM是我们的商标了 就是说一台29兆的CTD相机 测量一个全屏的FHD的显示屏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1920和1080的这种显示屏 那么对于这个显示屏大于FHD的FHD的 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第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用多台29兆的相机来进行测量 第二呢 我们可以用间隔像度测量法来进行测量 多台29兆相机的方案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方法中 用多台低信道比高 低造成高信道比的这种29兆的CTD相机 测量同一个显示屏 比如像下图 我们就是说用四台相机 然后每个相机测才的四分之一 然后把这个图像呢 进行合成合成的一张 跟我们显示屏一样的图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多台显示屏的啊 我们在许多的阴影当中呢 都已经在使用这种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叫间隔像度测量方式 那么我还是用一台29兆的相机 然后对一个比如说4K 甚至8K的显示屏进行测量 那么测量的时候呢 那么由于我相机的分辨力不够高 那么我没法一下把全屏都测到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让显示屏上的相簿呢 间隔着点亮 比如我先点135再点26 然后每一行每列都间隔着来进行点亮 那么在下面的图当中呢 我们是用的是9倍的一个测试图案 那么这个9倍的测试图案呢 在行列上每隔两个我点亮 每隔两个 就是说这一行上我147我是点亮的 然后如此类推 列上也是这样 第二次呢 然后我是24 然后这么下去点亮 那么因为每次都间隔了两个就点亮 那么总共呢 我一张平我要撤9次 我才能完成一个这个点阵图 或者是一个这个显示partum的测量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了 我们也可以用2乘2 这个是3乘3的 那么它要撤9次 我要2乘2的话呢 我实际上就撤4次 这是根据实际的场景 我来想 那么我4次或者9次撤完以后 我把这个图呢 也合成成一张 我的那个显示器的 真正的 呃 的像度 形成以后的那个图 然后进行分析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不论是多相机还是单相机 我们的呃 用那种间隔点阵的方式 那么最后呢 都是目的 就是要撤准每一个准像素 那么我们说的子像素呢 实际上RGB 或者我们有白色子像素 有Y 那么这几个 每个子像素的那个亮度值 或者它的色度值 然后行 把这些值放在一起 形成最后一个 跟我们被测误的分辨率一致的 我们叫它的那个图 这种图上 然后在这个上以后呢 我们进行分析 那么它的基础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把每个像素的亮度和色度 测的特别准 然后我们的分析才有意义 那么从这个图上以后呢 我们测完以后 那么每个像素上 我们会有一个关注点 那么这个关注点里头呢 是用多个CCD的像素 来测一个显示器的像素 那么说到OLED 那么它一个很主要的区别 跟LCD呢 就是它像素 或者子像素的分布呢 是有各种这样的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专利 或者自己的这种分布的方法 或者驱动的方式 又根据不同的应用 那么这张图中 我们看到呢 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分布 那么我们对这些东西进行研究以后呢 然后把所有的 就是我们见到的不同的 收集在我们的软件里头 当我们对它子相互进行测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自动掉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自动的测量 对不同的这种分布 我们都可以实现自动的测量 那么测量结果 可以对每一个 显示器的子像素的亮度和速度 进行高精神的测量 并且找到 它的那个坏像素 或者说亮度不够的 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这些像素 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通过和不通过的标准 来发现这些像素 那么我们在形成这种 我们叫Synthetic Merriment 这个对比度图 这个图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是形成的是 跟我们被测误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一致的 那么以航和列的做法值来表示 是每一个子像素的位置 这个是测量结果的 测量结果的合成图案 那么这个合成图案呢 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呢 是跟我被测误的显示分辨率是一致的 那么我所用的CCB相机的分辨率 要原影高于它 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是一个4HD的 那么就11920 x 768 那么它这是分辨率 但是我用的是29兆的那个CCB相机呢 它是6000多 x 4000多 就原影高于它 那么通过对这张图的分析 我们可以精准的找到 哪一个像素它是有缺陷的 那么不但找到这个像素 我会找到它的像素的作标啊 为下一步的进行校正 提供良好的基础 这是一个测量结果 OLED和LCD的比较 从下面的数 前面4个都是LED的显示分辨 那么第五个是LCD的手机的显示屏 从这个下面的结果上 我们看到亮度的变化系数 对OLED而言都是大于百分之二点几的 那么最高的到百分之二点八一 而对LCD的手机屏 它的亮度变化是0.61 那么亮度变化 OLED而言在没经过校正之前 它是圆眼大于LCD的屏的 那么下边色度的变化 CX和CY 我们看到的 它们的标准均差 都大概在0.3 0.4 0.003 0.004 0.005 这个级别 而到LCD的时候呢 它的这种标准均差 就是说色度的偏差呢 大概在0.01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笔角可以看到 这种不论是色度或亮度的不均匀性 在OLED在没经过校正之前 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人如果直接看到这样的显示屏 它的体验也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是否对这种问题 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说我们是有的 那么我们前面都谈到 OLED的一个 对它这种像素级的不均匀性 我们是可以校正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校正前后的一个比较 那么校正之前 我们看到它这个像素呢 是变化是不太均匀的 但校正以后呢 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实际的测试结果 那么相互级校正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那么作为一个流程上来讲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好的成像色度计 第二呢 经过测量设置 然后对显示屏进行拍照 数据收集 那么有了好的数据以后呢 我们就去计算它的效能计数 那么我们所谓计算效能计数 实际上是对全屏的所有像素都进行计算 那么如果这一个像素它是均匀的 那么我们说不需要校正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效能计数可能是1 那么如果说校正呢 可能是1.0111.11或者什么样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相互都有一个效能计数 然后呢 把这效能计数上传到 OLED屏的控制器 当我们显示实际图像的时候 会把这个效能计数乘上去 然后使得我们的显示是一个均匀的 而且漂亮的图案 虽然在逻辑上很简单 在效能的过程中呢 我们首先第一 要一个精准的测量 它才能计算出比较精准的效能计数 第二呢 我们要调整 谨慎的定义我们的效能目标 我要效能到什么级别 什么水平 第三呢 那么效能计数中 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 有些呢 我们从数据上看很漂亮 但是人眼看到的时候呢 它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终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蓝色 人眼就蓝色 是很敏感的 那么虽然它跟红色绿色 使得一样的标准 但是呢 它的缺陷还没有效能 那么在我们的过程中 要考虑这些东西 那么OLED的 效证我们也叫Demura 那么这个Demura的方案呢 大概由这两个方面构成 第一是Demura效能计数的生成 第二是Demura IP 我们也是说它的那个 知识产权 这种知识产权呢 就是说怎么样形成 把这个效能计数进行压缩 压缩以后呢 上传到这存储器中 进行存储 然后在实际当中 怎么使用 这是牵扯到软件和硬件 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作为瑞电光线系统 我们可以提供 整套的这种Demura的方案 也可以分布来提供 这些方案 那么现在呢 在国内 或者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有许多公司呢 包括屏 包括IC厂家 都在发展自己的Demura IP 那么我们可以提供 就是说 瑞电光线系统 可以提供Demura效准系数 这一部分 也可以单独提供Demura IP 也可以把他们合成一起 形成一个整个的方案 提供给客户 那么我们说到Demura的效准系数 其中呢 又分成两步 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精确的来 去测量 这个每个项目的色度和亮度的值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怎么样计算效准系数 那么我们的方案是比较灵活的 我们可以只做第一步 由客户来做第二步 因为有客户 他想来控制他这个 系数的效准 那个生成的算法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我们说了 如何做好Demura第一步呢 就是说 深层好的效准系数 效准好的效准系数 第一步就怎么样测量 每一个子像素的色度和亮度 那么在我们的方案中呢 我们使用的是 Permetric Y29和R29系列相机 那么这个相机呢 它是12位的 然后呢 它的分辨力呢 167 46 乘上4380 然后第二步 有了这个 测量的结果 我们会去计算 我们这种效准系数 那么在计算这种 效准系数的算法当中呢 一个关键点 第一呢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 这种Pentile的 这种子像素的分布 刚才我们看到了 每一家都不一样 那么这种呢 Pentile呢 是有些像素是共用的 它跟我们常用的 那个FAD的那种 互相的分布 是不一致的 那么Pentile以后呢 它的逻辑像素 和物理相互 也是不一致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支持它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在我们这里头 我们会生成一个效准库 那么第二个 那么在我们平的测量当中 一个困扰我们客户的 很大问题叫 摩尔文的 对测量的影响 第三个 那么就是Gamma 对这些测量的影响 第四个 那么就是说 我们说到是API 所谓API呢 就是把我们 在这里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的方案 是很明火的 那么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方案 做成一个应用程序接口 提供给客户 它可以 加到它的系统里头去 那么我们就分开来 讲一下这些东西 如果获取好的 OLED的效准序数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用我们的亮度速度计 Y29或者L29 那么Y29是亮度计 L29是速度计 那么这些呢 列出了我们 为什么使用我们的Y29和L29 它是非常 就是说我们有亮度速度的测量体系 我们就是说 自动控制它的聚焦 曝光时间和光圈 在自动温控系统来降低噪声 我们知道系统的噪声 光是就是CVD系统的噪声 那么跟温度是关系 成正相关的 而且影响非常大 那么CVD这块是需要进行温度控制 使它的噪声比较低 那么我们有多型号 多镜头的配置 同时呢 在我们出场的时候 我们用多种方法的校正 然后使得这个 它的亮度速度的测量 达到比较精准 同时我们对CT的选用 也是比较严苛的 那么我们有丰富的 Demura的应用经验 我们从2006年开始 做LCD的Demura 到现在我们扩展到OLED的Demura 那么我们有20年的 制造和生产应用经验 和各种专利技术 来支撑我们对这些应用 那么我们说到20年的生产 和专利经验 我们的相机和我们的软件 都是我们速度研发的 我们从1992年开始 做这些工作 到现在已经25年了 那么有了比较准确的 紫像素的亮度色度 我们怎么去进行这种系数的计算 那么和生成这种合成图 那么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 我们支持多种Pantai的结构 我们实现了自动摩尔文的去除 那么Demura解决像素级摩尔不一致的问题 那么可能在这方面有经验的 工程师可能都会知道 OLED它像素级 甚至在托灰阶 它的Mura 不是说是在一个平滑的曲线上 那么我们在这些计算当中 要考虑一下这一因素 那么第四呢 使用高分辨类的解决方案 来降低拍照的数量和时间 下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例子 讲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Pantai的结构 这些都已经包含在我们的数据库里 包含我们的程序库里头了 那么自动摩尔文去除 那么对摩尔文的影响我们看到 那么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相互的影响 相互分辨力 那么相机的分辨力 显示器的分辨力 亮度作字距的分辨力 还有各种镜头的设计 绿光片的设计 包括软件的算法 都可能对摩尔文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最后呢 就是说如果说一一的去对每一个 首先去进行分析 然后呢去找到它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种摩尔文的去除呢 我们主要是在软件上实现的 那么右边的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它的左下角 实际上或者说这一半呢 实际上在没有去除摩尔文之前 另一半呢是在去除摩尔文之后 那么去除摩尔文以后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真实的 我们的那个显示的图案 没有过程干扰了的 Mura刚才 Gamma的影响呢 刚才我们说到 在不同归节或者说像素一像素 指像素和指像素之间 它可能都不一致的 那么在我们生成校准系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到Gamma的这些影响 这个呢就不有细说了 那么生成的算法 或者说生成的系数是个什么样子呢 那么对OID而言 一般只需要校正亮度 如下图所示呢 那么就是说在每一个颜色上 它有一个校正系数 就是每个像素 每个像素里头三个粉像素 都有一个校正系数 那么就是说一个像素 有三个校正系数 那么这个校正系数呢 简单来讲呢 那么就是说 当我来的VDO输入信号 乘上这个校正系数 校正系数以后呢 就会是一个准确的 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均匀的那种信号了 那么如果要做亮度 色度校正的时候 那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这个系数呢 可能就是要变成 不是三乘一了 就变成是三乘三的一个局阵 那么在OLED上 一般我们只做亮度校正 那么同时这样做呢 也可以节省我们 就是说存储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 OLED的使用场景呢 好多都是这种 像手表啊 手机啊 这种存储空间对空间的占用 存储芯片对空间的占用 是非常 就是说 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 是使用高分率 就是说 色度 成像素对测量的 以采集到的一个图 那么对显示器亚像素呢 其中的ROI 我们就说到关注点 那么实际上这个关注点呢 就是每一个DOT的这个像素 DOT呢 就是说我们被测误的显示器啊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ROI中间的值 进行精准的测量 然后实际上对它们取它们的平均值 然后呢 进行效能因子的计算 下面是一些例子 那么红色的效能前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图由于分辨力或者实际上原因 就是看左边这个图好像还挺均匀 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右侧的这个图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不同的亮度 它是不均匀的 那么下一张呢 是红色效能以后 我们看到它是 就是说在它的尾图像上 尾颜色图像上 我们看到它是非常均匀的 基本上全是绿色 稍微掺加一点黄色 那么这是绿色的效能前 我们看到它底线和上面颜色都是不一致的 亮度也是不一致的 那么效正以后 那么一致性就好很多 那么这是效正前的蓝色 这是效正以后的蓝色 这是效正前的白色 这是效正后的白色 这是我们的一个效正前和效正后 实际拿手机拍照的一个图案 那么它的红绿蓝 效正前和效正后的一个对比 作为这一次的一个总结吧 像素级的效正对于先进高分辨的LED显示的成品率 具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这在LED显示器里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眼像素都是独立的发光器 其行为和老号模式可能与周围的像素不一样 要实行这些测量 非常重要一点是要采用 具有高分辨率和测量性能的高性到底的那种亮度计 我说我们叫测量相机 由于CCD的稳定性和更大的像素尺寸 这种方法比使用超高分辨率的CMOS系统更精确 高分辨率测量呢 使得每一个像素的缺陷的检测和效正成为可能 那么AVI和Demora 那么我们就说像素比的测量和效正 可以独立使用 也可以呢 对产品呢 用AVI进行分级分类 然后再进行Demora 那么也可以呢 在Demora以后再对屏呢 进行评估 所以呢AVI和Demora 是一个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可以相互独立使用 也可以配合使用 那么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用下面的联系方式和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提出这么多好的问题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可能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 或者说跟大家探讨 然后呢 对一些其他的问题 可能我们会通过Email 来跟大家沟通 第一个说到OLED 就是张甘林先生提到的 OLED相对于 它是整个问题是 柔性OLED 对于检测设备 有没有特殊的需求 第二个问题 就是OLED相对于 LCD 对于Demora设备的需求 有什么区别 需求数量 技术难度 等等 简单而言呢 对于柔性OLED 我们实际上呢 在测量的时候 也是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平板上 进行测量的 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 对于测量设备上 那么在置具设计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那么OLED相对于LCD而言呢 OLED当时我们刚才在演讲 在我们的PTP中看到了 CCD呢 是相对比较均匀的 那么在Demora的时候呢 LCD是分区进行做Demora的 那么它对于检测设备的 或者说我们CCD相机的分辨力 没有像OLED那么高 那么OLED呢 需要对每一个像素 都进行校准 测量 然后生成校准区数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区别 那么黄之国先生问到 一般需要校准几次 这个 一般我们会说 从出厂的时候 我们会要做校准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每个像素 它的衰减速度是不一样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呢 是不是还需要校准 那么由于OLED呢 那么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具体我们的产品 是不是需要再次进行校准 校准呢 那么可能还要需要时间 来进行观察 那么尤其是这种 消费级的产品 比如像手机到客户手中 你要再去校准 这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从现在来讲呢 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只校准凝次 那么我们期望 在3年5年之内呢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校准了 分成提出的问题 色度和像素 如何进行校准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只进行 亮度校准的时候呢 我们生成的校准系数呢 是3乘1的 对每个像素 就是每个像素 像素上 纸上对它的亮度 进行校准 那么如果对色度 也进行校准的话 那么它生成的系数呢 就要大得多 我们就是3乘3的一个指振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对红色 进行校准的时候 那么如果只是校正亮度的话 我就是一个系数 要是校正色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 单对红色而言 它就三个系数 可能因为它红色的时候 不是说满足我们的那个标准 那么可能在红色中 加上一点点绿色 加上一点点蓝色 使它的颜色更平准 所以生成的一个校正叙数 就是一个3乘3的曲线了 这有一个先生问到 与传统视节检测相比 自动化视节检测 具有哪些优势 那么传统的方式呢 我们说基本上 我们说可以跟这种操作员 的这种方式吧 可能传统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那自动化检测方式呢 那么实际上呢 是可以把各种缺陷 或者进行量化 经过量化以后呢 那么我可以设定统一的 通过或通过的标准 来实现产品质量的稳定 同时呢 自动化检测设备呢 那么它由于 跟产线紧密结合 然后它的速度呢 也会比以前要快得多 同时呢 用自动化检测设备呢 它没有操作员 就是说操作员 作为人来讲 那么它那种主观性 是很强的 那么当我早上 刚上班的时候 我精力比较充沛 那么这时候呢 我检测结果呢 可能就相对于 准一点或者延一点 那么当我到下午 比较疲乏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 就是说漏实就会高一点 这是我们说的 主要的区别 有人为Mora是指显示 亮度不均匀造成的 各种什么东西 实际上刚才我们在 PTD说到Mora呢 实际上是指 由于亮度色度 各种不一致 造成的各种 在人眼能观察到的 这种缺陷 那么这种呢 不是说我们说 它有 它的是一个外来语 实际上是从日本 传过来的 这个叫Mora 实际上呢 就是缺陷的意思 那么这种缺陷呢 有比于我们所说的 像素级的缺陷 像我们说像素级的缺陷 那么像素可能是 坏像素 紫像素 或者像素亮度不达标 或者说暗点亮点 什么之类的 那么Mora呢 我们一般指的是 有一定的面积 然后呢 人也能观察到 那么去定义Mora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当Mora 为1的时候 或者用的是DND 这么一个探数 DND等于1的时候呢 是说人也刚刚能看到这个 那么这个职业大呢 这个Mora呢 就是越强 这种越强呢 可能指的是面积更大 对比就更高等等 那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自动化检测系统 能否快速实用 OLED显示的测量需求呢 这个 就是说包括我们在内的 许多厂家 整个都在尽快的 在推进这个东西 同时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 然后来适应我们OLED显示的测试需求 王树芳先生问到 测试合成的图并不是显示屏的全图吧 这有漏简的可能 就我们生成的测试合成图 是显示屏的全图 没有漏简 如果说我这个 在我用CTG对一个屏进行测量的时候 如果有一点我找不到的话 那么是说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说我没有测到这一点 另外一种可能这一点是坏点 所以呢我生成的时候 我是把它作为插值的时候 把它插在那 但是我是找到它的相邻的两个点了 中间这个点是黑的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坏点 所以呢生成的这个图 就是一个显示屏全图的图 如果比如说我miss掉一行 或者miss掉一列 不论是在什么位置 最后我生成的这个分辨率 跟我实际得到这个合成图 如果就是说实际的那个不一致的话 那么我肯定要去回去找 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么有一种呢 可能是这一行 就是就是暗线了 或者亮或者是亮线 暗线造成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在我们程序当中呢 就进行了处理了 所以呢它不会漏简 那么周金鑫先生问到相互局校正能达到分辨率 能达到的分辨率是多少 刚才我们谈到用 我们29兆的CTP降机 我们可以对一个Full HD 1920×1080的屏进行矫正 如果更高的屏 分辨率更高的屏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那么第一种存音效的方法 我们是用多相机的方法 这种呢 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们就是间隔相互点亮的方法 那么第一种方法 我们速度比较快 第二种方法呢 可能呢 比如说时间用的比较长 所以呢 它可以 但是都可以对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现在4K的屏进行矫正 那么未来可能会 8K的屏好多厂家都在研发 那么对8K的屏 也可以实现它的矫正 张先生问到 整个流程所需要的时间 这跟实际的那个 我们说的Demora的IP 有很大的相关性 因为测量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在我们现在常用的 见到的一些算法当中 我们可以用测量 比如说4个回接 也有测6个回接的 也有测8个回接的 那么大概的时间 就是说作为一个参考值吧 我们说一张屏 我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 对它进行矫正 徐晓明先生问到 测量中如何保证像素和相机的像素和屏像素刚好对应 因为两者之间的像素数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不是说让CTD的像素和屏的像素进行一一对应 而是用多个CTD的像素去测量一个屏的显示像素 所以它不存在一对应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需要找到每一个显示器的子像素的位置 然后我们才能把我的关注点放到上头 然后进行精准的测量 那么怎么找到这个子像素的位置 这个呢 有好多软件方面和硬件方面设置的那种 我们下边呢 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些交流 刘云正先生问到 所有ID显示屏的控制器的控制是一致的吗 应该是各家跟各家都有不一样的控制器吧 林玉君先生问到 Y29是亮度器 测量亮度 像素2900万 Y29是色度器 可以测量颜色 像素也是2900万 为什么不能和二为一 实际上呢 R29就是一个和二为一的产品 R29可以当成Y29来使用 就是说色度器可以当亮度器使用 但是呢 亮度器没法当成色度器使用 因为它里头缺了两个颜色的滤光片 所以呢 R29就是包含了Y29 小屏幕的OLED需要对每个像素单独效证呢 是的 对OLED效证的时候 刚才我们谈到跟LCD的效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OLED呢 OLED呢 是不论是大屏小屏都要对每一个像素去进行测量和单独进行校准 因为大家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呢 我现在这么捋稍微一点慢 那么吴先生问到一个多像机拼接测试的话 不同相机之间的误差是否需要校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实际上呢 这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相机之间的误差 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实际上呢 我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方案 来处理相机之间不同的误差 在刚才我们的PP中谈到 我们的相机呢 有各种不同的标定和测量 那么对多像机拼接的时候呢 实际上有好多的软件技术 怎么实现多像机得到结果是一致的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现在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那么对于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相机之间的误差是否需要校准 那么说是是的 今天的问题回答呢 我们就暂时回答到这儿 下边呢 我们会把这些问题整理一下 通过email的形式呢 然后反汇回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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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